人过60岁进入到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不管儿女多孝顺 也要给自己留好三条后路 这样你的晚年生活才能幸福 第一条就是财路 有的人老了以后 认为自己不再花什么钱了 就把自己的钱都给了儿女 还有一些老人年轻的时候 就把挣的钱花的差不多了 到老了手里也没什么余钱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行的 越是老了越需要钱 尤其自己闹个病啥的 不可能每次用钱都找子女要 也不是所有的子女都能给钱 所以说谁有都不如自己有 第二条就是住房 人老了以后 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住房 有些子女出于一片孝心 会把父母接到一起住 两代人住一起 短时间还好 时间一长 思想上饮食上都有差距 难免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所以说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老窝 记住父母的家永远是子女的家 而子女的家却不一定是父母的家 第三 扶老的心态 很多人觉得60岁还不老 还年轻的 子女们有啥事 总愿意去插手管一管 这种情况就容易让自己心累 也让子女们很烦 记住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孩子们长大成家了 他们的生活就让他们自己去过就行了 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好 才是最主要的 吃点好的 喝点好的 人这一辈子其实挺简单 能吃能睡 能动能跳 便是人生最高级的幸福 60岁以后啊 其实重点不在于养儿防老 而在于自己是否能养活自己 汇集后代 减轻儿女的负担 让岁月无忧 让余生安好 如此便是最好的养老 抖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